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一分钟面理 煮饭 其实煮饭这个动作是可以忘感情的 煮饭这个动作可以忘感情 为什么 因为你在煮饭的时候 你煮什么 你的另外一半就吃什么 你煮的东西 应该都是你自己喜欢的 其实最主要是怎样 大家都吃一样的东西 大家都吃一样的东西 所以说吃一样的东西来讲的话 身体就会有相类似的这一种的气味 会互相吸引 所以其实桃花你们夫妻俩 我跟你说 你去看有在煮饭的那一个老婆 其实通常他们的婚姻都不错 原因就是在他煮饭的时候 大家在一起吃都是吃一样的东西 再第二个 因为是大家一起吃 对不对 所以大家的感情其实也会不错 所以不要小看煮饭这个动作 他在风水上 他是一个很好忘桃花的情况 所以说 帮你的老公 帮你的小孩煮饭 其实你的感情生活 其实是会不错的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